另外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呢 就是陈同佳案现在可能有了最新发展 2018年香港男子陈同佳在台湾狠心杀害了女友砌尸 犯之后他逃回香港 那么香港政府呢之后就推动了逃犯条例 结果引爆了反送中抗争行动 那么陈同佳出狱之后呢 到底要怎么样来台湾接受法律制裁 也一度引发了台港之间的争论 那么现在呢就传出了 他很有可能会在10月份 就会主动的来台湾投案 根据最新曝光的录音档 陈同佳宣称回台湾投案的想法 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近期就会透过律师安排来台湾投案 而死者的母亲表示 假如这样的说法属实的话 他愿意出单程机票的钱 让他来台安心上路 也希望陈同佳能够兑现他的承诺 港女伤失命案 祝先陈同佳一开口先向死者的父母道歉 案发后他畏罪前逃回香港 现在传出他打算来台投案 我回台湾的想法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我会请我的律师安排 回台湾自首的事情 全长23秒的录音档 不确定是何时录下 香港媒体先行曝光 又引起港台敏感神经 而陈同佳喊话要投案 已经不是第一次 自首 陈同佳2018年和女友来台旅游 不料在饭店时 却因为感情因素 狠心将女友杀害 弃尸在捷运站外 案发后他逃回香港 因为另外一起洗钱案 一度入狱服刑 隔年出狱后 他喊话愿意回台自首投案 香港政府更一度为此推动了逃犯条例 引爆后续的反送中抗议 时隔一年 他又透过录音喊话 声称10月将来台投案 而死者的母亲也说 假如属实愿意出单程机票 前让他来台安心上路 也希望他这次能够兑现承诺 投案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但台湾警方和司法单位 却根本没有收到具体消息 刑事局表示说 案发后建立窗口至今 都没有获得香港方面明确回复 如果反台投案 市邻地检署则是乐观其成 至于陆委会也强调一切 依法处理 只是这次又传出投案消息 是真是假外界都在看 记得前章张士奎台北报导 前章的网友